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来学习编织这个小花朵的装饰挂件 线材我们使用的是苏苏姐家的四股金书棉线 勾针我们使用的是一个2.0的勾针 下面我们来开始编织 先来编织它的一个主体支片 左手持线将线在中指上绕一圈 接着我们勾针穿入线圈将线带出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起立针编织完成之后我们在起始线圈入针依次勾织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我们来收紧线圈 线圈收紧之后我们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第一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一次勾织短针加针 重复勾织五次也就是重复勾织一圈 最后一个短针加针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第二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三圈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一次勾织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两个针目为一组的规律重复勾织五组 也就是重复勾织一圈 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第三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四圈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一次勾织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三个针目为一组的规律 重复勾织五组 也就是重复勾织一圈 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第四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勾一个锁针 断线 断线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换线编织第五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将线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先来勾织一个短针 接着勾针绕线 在第二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三个长针加针 也就是一个针目里面是勾织两个长针 三个长针加针编织完成之后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 一个短针三个长针加针 四个针目为一组的规律 重复勾织五组 也就是重复勾织一圈 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第五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六圈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先来勾织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勾织绕线 在第二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六个长针加针 六个长针加针编织完成之后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 一个短针六个长针加针 为一组的一个编织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五组 也就是重复编织一圈 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是引拔在 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第六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七圈 勾针绕线从第二个针目入针 我们第一个针目的话 是已经勾了一个引拔针的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第二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十二个中长针 十二个中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后面就按照这种 一个引拔针 十二个中长针 唯一组的一个编织规律 给它重复编织 总共是编织五组 也就是重复编织一圈 随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引拔在 第一个引拔的针目上面 也就是这个位置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花朵的主体织片 就编织完成了 这里我们是两个织片 合并起来的 我们按照同样的一个 编织方法再编织一个 我们编织完第一个织片的时候 给它像这样 勾一个锁针断线 我们第二个织片 我们不断线 直接给它这样 合并在一起 勾针直接从下一个针目 入针 然后这边 也是下一个针目 入针 给它勾织 引拔针 接着继续对应着针目 然后给它勾支 引拔针 我们引拔到剩下这样的一个 小口子的时候 来给它进行三面填充 三面填充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给它 继续引拔 把这个口子给它 引拔完成 我们最后一针 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给它 依次 沿着我们这个引拔的 这个针目的中间这个位置 再给它向前引拔几针 大概引拔个三针 就差不多了 然后断线 断线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 带到我们这个 主体里面 这样我们的一个 花朵的一个主体 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 它的一个挂绳 左手持线 勾针顺时针绕线 将线带出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勾织 90个锁针 90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给它断线 这样我们的一个 挂织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 它的一个叶子 左手持线 勾针顺时针绕线 将线带出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勾织 14个锁针 14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返回到 倒数第二针的一个 里山处入针 先来勾织一个短针 接着勾针绕线 从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再下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 勾织一个短针 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接着再勾织两个长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在最后这个里山上面入针 勾织三个短针 已经勾织一个了 然后第二个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线给它藏一下 第三个的话 我们是在 挑这个这一侧的第一个 针目的半侧辫子这里 这样我们三个短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勾织织 从下一个半侧辫子上面入针 勾织一个中长针 两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下一个半侧辫子 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下一个针目入针 勾织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两个长针 下一个针目勾织一个中长针 最后半侧辫子勾织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在最后这个针目入针 引拔 这样我们的一个叶片就编织完成了 这里我们总共是需要编织两个叶片 第一个叶片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像这样给它断线 把线头藏好 剪去多余的线头 我们第二个叶片的话 是不断线 直接跟第一个叶片进行合并 我们勾针直接从下一个针目入针 然后再下一个针目入针 引拔 然后接着我们依次给它对应着针目 勾织一圈引拔针 一圈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再向前给它再引拔两针 引拔完成之后我们来给它断线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到我们这个叶子里面 这样我们的一个叶片就编织完成了 我们叶片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用挂绳把这个叶片给它组装在我们的一个主体上面 组装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给它编织下面的一个小樱桃 左手持线 将线在中指上绕一圈 接着我们勾针穿入线圈 将线带出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起立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针从即使线圈入针 依次勾织6个短针 6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来收紧线圈 线圈收紧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第一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圈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短针加针 也就是一个针目里面勾织两个短针 重复勾织6次 也就是重复勾织一圈 最后一个短针加针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第二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三圈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后面我们就按照这种 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两个针目为一组的规律 重复勾织6组 也就是重复勾织一圈 最后一组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第三圈就编织完成了 第三圈编织完成之后 后面我们就按照同样的一个编织方法 再编织一个织片 其中我们第一个织片给它勾一个锁针断线 第二个织片像这样不断线 给它合并连接 接着我们从下一个针目入针 然后这边的织片也是对应着针目入针 然后引拔 接着继续从下一个 位置入针 继续引拔 我们引拔到剩下三个针目的时候 来给它塞一点点的棉花填充 我们三连填充完成之后 接着直接把这个绕两下 打一个死结 最后我们把这个继续给它引拔完成 最后一针引拔的时候 穿着我们的这个挂绳 最后一针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再向前给它引拔两针 最后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 藏到我们的一个植物内 这样我们的一个小樱桃就编织完成了 按照同样的一个编织方法 把这个小樱桃也给它编织完成 第二个樱桃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小花朵的一个挂式 就编织完成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